手机轿车轻松抵达目的地 除了传统小黄计程车 也有越来越多多元计程车 投入载客行列 但两者的载客限制 其实大不相同 像是一般小黄除了可接受派遣 还可以在车站排班或路边载客 但多元计程车只能接受平台派遣 好处是无需改变车辆外观 方便兼职赚外快 小黄他本身是可以加入 各种不同的平台 他的选择性比较多 但两者加入平台或车队的车资抽成 也不相同 以本土车队为例 小黄司机每月得付1500元的月租费 派遣每趟抽10块钱 而多元计程车车资收入 则得抽成12.5%的平台费 Uber小黄平台费抽成10% 多元计程车则要25% 包含上牌费 然后还有涵盖一些保险 整个加起来不止25% 100块钱的车资 我们大概拿到手上只有60块 有黄色计程车同时加入我们 但是因为他们的抽成是10% 比我们少很多 造成这种很明显的不公平性 但根据交通部调查 2020年全台计程车 平均营业总收入落在每月 4万5000多元 车队业者则透露 疫情后需求增加 专职司机营业总收入 每月可达6到10万 但这还没扣除 维修燃料费等支出 看似比一般上班族还多 但司机透露 这其实都建立在超长工时上 但随着越来越多 司机和车辆投入继承车市场 行业竞争更加激烈 司机坦言想多赚一些 就得比别人更平一点